世卫组织专家目前正在武汉 在中共全程监视下调查病毒起源 布林肯说 北京在允许专家探访病毒起源地方面 做得远远不够 中共在疫情方面缺乏透明度 是个严重问题 谈到香港 布林肯指出 中共所采取的行动 极其严重地损害了香港 美国因为那些因受中共当局镇压 而逃离的港人提供庇护 周日 超过5000人被捕 布林肯还警告说 再需几个月 伊朗就能拥有生产核武所需的裂扁材料能力 而对朝核问题 他说 拜登已要求国安团队全面重新审视美国对朝政策 找出促进半岛无核化最有效方法 新工具包括可与盟友配合 采用进一步制裁措施及外交刺激手段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